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按减号 输好了之后按减号 按下减号之后 然后你把这个数字再打乱啊 就是刚刚这个五位数打乱 但是要比刚刚那个小来再输进去 打乱啊 比刚刚数字更小 再输进去 然后输好之后按等于哈 等于看清楚来 均均地看清楚 我不要看啊 看一下 我不知道等于之后是个几位数哈 反正你看好这几个数字之后 你记一个你喜欢的数字 记好了吗 记好了啊 记好了啊 记好了 哦 忘了忘了 然后你把不喜欢的报给我 来 就是这个结果当中你不喜欢的数字报给我 来 3460 3460你不喜欢 那剩下一个就是你喜欢的是不是 来 大家帮忙看一下剩下一个是什么啊 不要告诉我啊 3460是你不喜欢的 OK 那接下来 我就准确的猜出你喜欢的数字 你喜欢的数字应该比6要大一点点啊 那我直接写下来啊 写下来先不要偷看啊 好 然后来大声告诉你喜欢的是什么数字 5 是的 你没有看错 没搞错 我写的也是5 看一下 是不是 这是怎么做的 想不想学 想学 记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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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观众喜欢的数字是5 那我是怎么准确算出来的 非常简单 好 他输入一个5位数 然后倒过来之后比他小就可以了 得出一个结果 让他把不喜欢的数字报给你 他报给你的时候心里默默的相加 如果加出来大于10 那继续拆开来再加 如果小于10的话 直接用9减去这个数字 最后拆开来是4 然后用9减去就等于5 那他喜欢的数字就是5 如果他观众记的数字就是9的话 相加这里就是9 那这里直接等于9 那他就喜欢9 这个时候要告诉观众不要记0 因为说0太容易猜到了 其实0是算不出来的 原理就这么简单 不相信的朋友自己动手玩一下 绝对成功 学会的观众 我觉得带给我们的数